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斯里兰卡工商部部长里莎德 巴蒂余丁 重点对西兰红茶 珠宝 橡胶 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进行推荐 希望借助东博会平台开拓商品出口渠道 获得更多商机 在草药类 鞋类制品等领域 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实现互利互惠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闻表示 广西十分重视与斯里兰卡的合作 希望能加强与斯里兰卡工商界的友好交流 扩大在基础设施 贸易 农业 教育 金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互利发展 2015年 中司双边贸易额45.64亿美元 同比增长12.9% 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司双边贸易领域的交流合作